欢迎回到宝岛自由新魅力 游台湾的节目现场 我们都知道现在房价居高不下 而这个现象其实在两岸私立都一样 就算大家好不容易买房子了 关于室内的设计 很有可能是一生一次的装潢 因为得花一大笔钱嘛 所以居家装修非常重要 那么时下居家装潢的风格很多元 必须根据大家的个性需求 经费以及喜好来考量 我们今天就很荣幸为您邀请到 台湾知名设计平台幸福空间的设计师 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房式的配方 我们首先欢迎两位设计师 第一位是来自十分之一的美女设计师 任翠 欢迎任翠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是来自摩登亚社设计的 汪中定设计师 主持人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两位设计师 我知道你们的这个 就是等于说是工作室性质的 那我们先请两位介绍一下 就是不同的工作室 是不是会有不同的 就是以哪一种风格为主 跟哪一种客户为主 我们先请任翠告诉我们好 我们公司比较多面性一点 所以中国台湾的案子都会接 那我们是比较属于个人是两身定做 所以会依照对方的比如说剧场性质来决定风格 所以比较没有特定的 是 那我们另外一位我们的汪中设计师呢 那我们的公司呢大部分做的都是那个比较古典的乡村风 或者是那个巴黎岛南洋风 举巴还有中国那个中国风 大部分就是跟现代空间比较不一样 跟现代空间不一样 现代化的那个造型 不太一样就对 比较古典一点造型比较多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王设计师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想要把这个居家 因为我们刚刚 您刚刚讲的是居家环境吗 还是商业空间 都有 居家环境或商业 居家环境设计成巴黎岛风会不会 会怪怪的吗 还是其实其实很舒服 目前就是刚好有完工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它是一个七十几平的房子 然后我们甚至于在里面造了一个巴黎岛 最有象征性的那个发呆亭 那很多人是 在房子里面 那它是在里面 一般的可能会是合适 那我们是把它的功能 然后用外观 比如说巴黎岛常会看到那个发呆亭 我们把它的外观 用这种造型把它定位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搬到居家里面 并不会突兀就对了 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去了什么SPA 或者是 对 因为我们强调就是回家 就是一定要度假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打动很多人的心 回家想要向度假 因为平常上班大家压力都很大嘛 所以像这个度假风格或者是比较放松风格的居家环境 应该有怎么样的元素呢 我们请人催设计师告诉我 度假的话我们通常像巴黎岛就会攫取巴黎岛元素 那如果什么是希腊的话 就会用希腊比较轻松的元素 这样子 你可以再讲了更仔细点 像巴黎岛元素有哪些东西呢 还有希腊其实也很特别 因为我刚刚听到巴黎岛啊 中国风啊 或者是什么就是南洋风 这个可能我们比较常听 希腊风 希腊风的元素又是什么 比如说希腊它就是特别的蓝白 然后它会比较着重于比较食材啦 比较是像大地色系 对 比较原始不经过太多刁凿的状况 然后它也许有一些甚至的表面 就直接用喷漆或是一些皮图 就把它做掉了 然后所以这是希腊风格的 那您刚刚讲说巴黎岛风 又有什么样的细节是比较常见的 或是主要的元素 巴黎岛风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会 除了发呆停 我们可能会从天地壁来去着手 天就是可能 天外板会做得跟巴黎岛那种斜屋顶一样 可是一般住家的屋顶就这么高了 要怎么弄成形 这个就是在比例上去取巧 它虽然不能 就是说 它虽然不能像正式的巴黎岛那么挑高 可是我们可以在比例上做一些修正 一样可以达到那样子的效果 那就是说从天地壁 天花板 地板 那地板可能就会用很多那个复古砖 那种好像的古堡 那种不是像一般那种抛光形砖 很晶晶剔透 那种感觉就是古古的很有复古的味道 那壁面就做很多那种拱形门 或者是手抹墙 甚至于我们个人画还是画很多壁画 在那个玄关 刻地当主墙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上 就是您的作品 对 这个就是 巴黎岛峰 这个就是巴黎岛峰 你看那个在天花板上面 我们就做了一些斜屋顶的效果 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一般买房子的时候 其实屋顶的高度 就楼层的高度都是固定的 那你要做成斜屋顶 你要多高的房子才能做 其实最好是四到五米以上 可是我们这个房子只有三米 那怎么办 那就是比较伤劳 就是在比例上去给它缩小 那它不会觉得很压迫感吗 就回到家好像屋顶很矮这样 其实不会 我们最近好多屋族都一直喜欢这种 很多人都是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斜上去这样 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案子 它差不多才两米六 它还是一样照做 也做斜屋顶 对 但是只是一点点 没有说那么斜 但是它就是一样那种感觉 所以一样是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楼高 去做不同的设计 所以就是像刚刚这个斜屋顶 就是巴黎岛峰的一大特色 那我也想问一下人翠 就是像其实巴黎岛 有很多这个很特别的建材 会有客户要求说 我专程要从巴黎岛这样运过来 因为其实这些素材 在巴黎岛当地买是不贵的 对 没错 那可以这样子做吗 会不会特别 但是这个运费会不会很高 会不会你们在操作层面上的费用 会变得实际运到中国大陆 或者是运到台湾会变得很贵呢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去运费 要去花这个运费 那不如说是我们用我们的时间经历 然后投资在我们对的地方 那透过这个寻宝 或是说这个旅游 你可以发现 更发现自己适合什么 那反而更贴近自己 所以你是建议把这个 就是不用 不要这个特别专程 跑到巴黎岛去买这些素材 可以在在地就寻找吗 我是觉得 两个方面其实都可以 那我比较赞成是 直接飞去一趟 把整个货柜都搬过来 你说就是建议客户 就建议业主直接人去巴黎岛挑选 对 然后整个货柜搬回来 对 那你知道说这样子的费用 大概会多少吗 其实现在货运都还好 像巴黎岛本身它自己 我们有去过泰国那些 采买地方巴黎岛 他们通常旁边就有一个货柜的 货柜所以其实价钱都很便宜 就看量看多少量 有一条龙服务就对了 对 就是你现场去采买这些 你需要的建筑素材 对 然后买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到隔壁 马上运 就是去这个预约该怎么运送 然后就直接送到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 所以价格其实不会很贵 不会 因为台湾其实他们为了要贩卖 其实有加一些费用 那我们其实就是等于cover掉了 所以你反而还建议说 那就自己去买 对 还可以挑到最喜欢 这个倒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居家放松的氛围当中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王世纪师你的作品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连墙面都似乎有一些 我不知道那是薄纱 还是因为刚刚这个电视画面 我们也不是真的能够在现场看得很清楚 它是用薄纱还是是用这个 我感觉是在强 沙曼是不是 对 那个窗脸 白色的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气氛上的营造的话 除了硬体上的打造之外 其实还可以从很多 就是刚刚那个任小姐说的 可以从很多饰品上面去做补充 然后甚至于说有时候 你不见得一定要大星图木 你也可以在那个颜色上 比如说一面墙刷一个黄色或者是大绿色之类的 那如果可以的话画个壁画或者是弄一些壁饰那个 这样都可以 一样可以营造出这样的气氛 所以这是在软妆的部分 是是是 软妆部分有什么需要特殊的材料 才能够特别营造这种放松 或者是导国风情的装潢 像这种休闲风的话 我们大部分在磁砖方面 我们可能会用到那个复古砖 那复古砖的挑选总量就非常的多 然后地面可能也有人会用一些抿石子 或者是收抹墙 那这种打荡出来的感觉 就是一种很休闲很粗犷 而不是说像那种比较 有些风格它可能做得比较细致 但是我们在休闲风方面可能 它讲求可能会比较写一点 甚至有些家具 它本身还故意把它做一些复古的那种处理 把它磨得旧旧的 它要求就是有那种年代历史的感觉 而不是说那种很全新的 让人家感觉上会比较拘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王设计师其实你的作品 现在一直在这个我们的画面上面跑 其实真的感觉甚至 我觉得有一点到这个乡村小尖 乡村小径的那种 就是英国乡间小屋的感受 甚至你也会用一些壁纸 就是一些藤蔓的花卉的壁纸 去带出那样子的感觉 其实这个房子不高 它只有三米 但是你看 对 它房子一样还是可以做斜屋顶的效果 而且它那个斜屋顶还感觉挺斜的 像我们出国度假的话 其实在南洋的话都租一些木屋 或者是加拿大 都有一些木屋的造型 那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在我的设计里面 其实光是世界上就已经告诉你 我是来度假 真的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 那我们也想请问一下 那个人粹设计师 像这样子的装潢你会不会就是建议说 有一些东西可能容易有死角 会不会有一些客户业主会担心说 清理起来不好清呢 其实我觉得事情都各有取舍 像我们也常做 比如说落地30公分长的拖地的S帘 就窗帘是落地的 那业主就说你要打扫 我们是要撩起来 我说对啊 但是你想 什么叫S帘啊 S帘就是它其实布有打折过 两边这样子的吗 对 它就是一个布然后一直反折 对对对 它就披在地上 很像就女孩子头发披一半这样 但是我是跟他说服说 你同时享受了 你视觉的慵懒舒适 可是你其实换得到的是更多东西 对 因为其实是整体性的 居家的一个心情上面的舒服 那现在其实我们在电视上面 看到的也是人翠的作品 但其实你的作品 感觉起来是比较时尚的是不是 也是有慵懒 也是有这个休闲的风格在里面 但同时又很时尚 这些似乎都是商业空间比较多 是夜店吗 还是 对 这个element 它其实在台北新一区 那它是有早午餐 但是晚上它就马上变成一个夜店 就喝酒跳舞的地方 所以那您设计这个空间的概念是什么 他们业主的要求是比较倾向什么样 因为我们本身面临到 这个基地实在是太方正了 所以很容易被接到 方正不好吗 对于商空来讲很容易没有层次 然后就一下就被看光了 对对 对 那我们总是希望商空 比较多一点神秘感 商务空间 对 然后比较有刺激性 视觉的血脉膨胆脏这种刺激性 所以我们就故意把平的面 把它故意做一些刁钊 怪不得就有很多线条 而且都是歪斜的 对 歪斜的 然后加上它其实必须符合早午餐 那我们又希望有一些贵妇 但是是时尚的贵妇进来 对 所以我们把新古典的线板 把它规整成一个比较俐落的直线条的线板 所以这就是您刚刚去设计这个商务空间的 但这个商务空间 但同时你如果要兼顾时尚又要兼顾这个 刚刚我们主题是强调放松跟慵懒 那这样子要怎么融合这两个元素呢 你有没有什么配方 OK 其实很简单 只要用一些是让人觉得慵懒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在门口有一堆那个 它其实是枕木 就是以前铁道拔下来的枕木 然后对 枕木 所以你说那个门框这样一个摸字形的 那个是枕木 对 那不是特别去定做 那是用复古的元素的东西拿来做 没错 对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是 你从小生长到现在 你的记忆体里面有什么 是让你感到回味有温度的 那就尽量用那个材质 把人的记忆带回来 是 所以除了那个M字形的 刚刚您说的贴归枕木的之外 您还有建议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让时尚融合在 这个慵懒跟放松的气息 OK 就比如说抱枕啦 或是它的灯光啊 稍微可以昏暗一点 昏暗一点 然后它的重点照明 其实是分布在比较 我们需要的地方 然后不需要铜梁 就例如桌面可以看得到字这样 对 就好了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设计师 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 尤其是今天洗手套的姿势 是我们之前没有讨论过的 原来像巴厘岛风格 也可以坐在居家 而且这个商业空间 也可以坐得很居家慵懒 但是又兼顾时尚 也谢谢两位 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样有另外两位设计师 会带来我们不同的讯息 跟大家分享 开ент 元 1984 刚刚以接下来 是y� starts 你应该摆驼 原本随